AG又有新刮糟曝光 有过多冠的中单 准备转会 已证实并非九成 DRG首发五人组夏季赛不变 意味着百兽不会考虑去 AG猫神即将开启职业新篇章 他必须把握住这次机会 伴随着WB险胜 DRG跟狼队会师杭州 意味着其他队伍已经可以开始补墙 提前为夏季赛做准备 并且下半年各大战队还要布局亚运会 自然是要规划好 要不然最终有可能两边都不讨好 对此也是有瓜主进行了一系列爆料 并声称自己对爆料的消息负责 搓一条直接退网 第一条消息 讲到EDGM主教练一走 夏季赛大概率摆烂 这消息有一定的可信度 毕竟他们已经摆烂很久了 不差夏季赛 第二条消息则是 最近穿的沸沸扬扬冠军中单转会 瓜主明确表示 这人不是九成 这样看来 九成夏季赛还是会留在AG 但首发上场的可能性不大 第三条骚白入股 LGD成为老板 这消息确实是对的 不过是大额退股 骚白入股了而已 这消息张脚也是进行了确认 他压的骚白 骚白看我太优秀了 你懂我意思吗 观众朋友们 知道吧 那天晚上直接给我打个电话 哎呀 卓哥 我说咋了 骚白老哥 就 懂我意思吧 聊聊聊聊聊 就 懂吧 不过他压的现在骚白 变成我老板了呀 你说我以前还是喊他 骚白呢 以后还是喊他骚白呢 还是 还是喊他啥呢 哎难受 第四条亚运会名单敲定 会影响夏季赛 感觉这条消息可信度很低 因为葛明尼教练明确表示 名单未确定 大家还处于视讯阶段 谁都有机会去亚运会 第六条 AG夏季赛没有太大动作 但会有人员变动 主教练要看情况定 大概率还是阿宝 只能说 确实存在这种可能性 人员变动 就是渲染会上场 他可是AG的底牌第七条 DRG夏季赛首发不变 引入赛训组人员 不管消息真假 都是一件好事吧 只是这样一来 百兽就不可能去AG了 第八条 TTG射手首发不变 管理层想给风销成长的时间 这个可能性很大 但感觉还是会给他找个替补 立面出现春季赛这种尴尬的情况 最后则是 猫神即将开启职业新篇章 张角教练 暗示他已经去亚运会集训 意味着被选中的可能性极大 毕竟他有知名度 春季赛也有成绩 把握不住这次机会 以后大概率没机会 参加亚运会 为国争光了 卡特 卡特 这个能说还是不能说 观众朋友们 卡特去 卡特去那个 懂我意思吗你们 应该懂我意思吧 卡特去 那什么辣 对对对 你懂吧 总的来说 这位瓜主的爆料消息 不一定就为真 但是大家可以作为参考 特别是 AG的消息可信度还是有的 他们春季赛刚重组 也没必要再做大变化 大家觉得呢